刚才所说的Merry的案件 发现男人有很多压力 女人可能是家庭、子女、关系之间的压力 给我们一个案例 近期有很多新闻 很多小朋友 我们不小的 可能是大学生 甚至是Tins 很看不开 他们很明显一定有些压力 或者情绪上有些波动 这个问题除了大人之外 到我们小朋友都有 我们应该给一些案例 应该如何认识这件事 现在我们分享一个例子 Peter 是大学生 其实一向对他很照顾有家 因为家里有独仔 读书还可以的 个人又比较聪明一点 但内何个人就因为从小 都在一个温室之中长大 永远都是跑步又聪明 做任何东西 读书又聪明 又取得了一颗金 各样东西 又懂得五六七样乐器 其实他对于自己的自视也很高 但问题就是这样 他虽然自信心是足够 但从小到大他都很喜欢 例如玩游戏机 对于一些比较群体的活动 例如打球 他又不太喜欢 慢慢慢慢大了 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选择 变成了 爸爸妈妈见他 又读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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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得到奖学金 就容许他自己选择自己的方式 其实原来他发觉 他对着其他人有很大的焦虑 尤其是对着一些陌生人 又或者同学 他都比较回避 但发觉原来他上网 就是另一个人 原来在网上世界 没有人不认识他 原来他打机 原来他本来说 他的思维比较快 转速快 所以打机也很聪明 所以很多人都追随他 跟他一起去玩 但原来打机上的受欢迎 不可以转化成为 现实生活的受欢迎 他在现实生活里面 都是很多人 很多朋友 很多同学 但他甚少真正正接触 直到他上大学 真正正正要面对其他人 例如要做一些 表演 试过有一次他做一个 PowerPoint 去介绍他自己做过的研究 但是上台 立刻口窒利隔 他人被非常紧张 我们叫做State Fright 害怕得不得了 发台湾 对了 之后就很惨 他对于他自己的自信心 完全崩溃 更加不敢见人 更加不敢见其他同学 走堂 不上学 完全逃避 天天回家 去回自己的 comfort zone 可疑世界 对了 上回自己的网 在网上打机 尋求乐趣 其实不单止出现了一些情绪问题 例如他睡觉睡不到 又不吃东西 又不离开房间 可能连打机也上了人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见到一个难题 这些已经突然间 从一个大好青年 变成一个隐蔽青年 你要带他离开家 其实已经难 还要告诉他 带他去见一个专家 譬如一个心理 一个精神科医生 更加难上加难 在这样的情况之后 其实作为父母 现在很多时候 都是生一个 金波罗来的 又说 那么小时候 会不会现在开始 见精神科 看到什么时候呢 那么小时候 就已经要吃精神科药 又吃到多少岁 会不会断尾 会不会吃到他猛 会不会吃到他痴呆 有很多这些误解 其实我们知道一样 如果小朋友 真的出现情绪问题 第一件事 我们要找到什么原因 刚才听到的个案 都好像有其他可能性 会不会是早期的思觉失调 或者可能纯粹是一些 譬如濫药 因为面对不到失败 所以需要用这些方法 去麻醉自己 也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 都是要找一个专家 去看看问题在哪里 但若果到最后 真是一个 譬如胰不症的话 而作为父母 也不想小朋友 这么早开始接触 精神科药物 当然 刚才说的脑刺激 也有他的地位在里面 起码开始做一个治疗 就是前序 有时跟小朋友说 有些新科技 尤其是对于喜欢打机的人 可能他的兴趣会比较大 是的 独立体 是的 又不需要吃药 又不需要做手术 只不过是坐在一个 议器上 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 大的感觉 有痛楚 对于一些 比较接受生事物的 年轻者来说 可能是一个 比较良口的选择